老板,考考你,一家做Playing Cards of 公司如何转型? 最近我们都有跟做银行的朋友交流 他们都现在开始问他们的顾客有没有做两件事 第一,有没有Go Online 第二,有没有开始Diversify 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COVID-19是敲醒了大家的警钟 所以老板,你有什么行动呢? 如果没有的话,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是一家超过130年的企业 它是从做Playing Cards开始的 它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电子游戏机的No.1 究竟这个130年的企业怎么样可以生意这样好? 怎么样可以让90后,00后都喜欢玩它的游戏呢? 连我这个70后的也爱 这公司它到底是谁呢? 它是Nintendo 这间公司起初是做Playing Cards的 从它的第三代开始过后呢 就开始做改革 它是三内谱 三内谱对于全球游戏业来说 就像手机的Steve Jobs 当三内谱接手的时候 Nintendo已经是在日本做Playing Cards最大的了 在它去美国一次的时候 它 visit 一个做Playing Cards最大的公司 它开始对自己的Business感觉失望了 因为它发现当做Playing Cards做到World No.1 也不过是如此 也只是因Playing Cards而已 所以它就开始尝试转型 但是这整条转型的路都很难走哦 从63年到68年它就开始转型 重做出租车公司 当时的一转型就太跳通了 过后业绩一直下滑 它只好卖给别人 那时候它又开始做情侣的酒店连锁Business 又去生产玩具 甚至生产吸尘机 但是都是失败 从1969年开始 它就成立了游戏的部门 在1980年的时候 才是真正Nintendo的转类点 Nintendo是从其他的成功公司身上 得到灵感的 就好像Atari Atari是在美国 Pineer在电脑游戏的 因此它就设下了新的工作目标 它就开始design掌上游戏机 这个掌上游戏机让它成功 让它度过破产的危机 同时让它可以Payback 71热元的贷款 老板 谁是可以启发你的人呢? 马上来参加我的线上研讨会 它可以让你静下来 通过我讲解的各种案例 及实战的战略 与工具让你逐步去改革你的企业 就像Nintendo这样 它也是让成功的公司去启发它 Nintendo做得这么成功 是因为它的不一样做得很好 对于Gamers来说 它的Games是比其他的牌子 更加多样化 而且更好玩 表面上看起来 Sony是Nintendo的最大竞争者 其实Nintendo在走着 是不同的路线 像Sony 它是没有办法吸引到老人 还有家庭主妇的 但是Nintendo就打破了这个界线 它是可以扩大到 这个游戏是一家人一起玩的 它可以这样一致的持续成功 也是是因为它不断的创新 打个比如它做了那个创新手柄 Wii Nintendo现在的全球资源是5000多位 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游戏开发商 包括你我都熟悉的Super Mario Nintendo也一直在维持着 Profit 20%的Number 它的销售是124亿美金 这样等于它每一个Self的业绩 是超过Toyota的5倍 所以老板 你要有更多的利润 就像Nintendo这样嘛 马上报名参加我的线上课程 我不只教你怎么样改革 我也教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利润增加 马上行动 See you then